感恩大慈大悲 敬虎敬虑 广大领导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卢君洪台场 好 起来吧 我身边的这位师兄呢 是我渡的 然后他是58年属狗男的 主要看他的身体 他身上长东西了 有癌症啊 对 我告诉你 现在有一点点扩散 明白吗 还不算太厉害 明白 你动过 好像动过手术了一次 是的 三个月前 大家看见吗 58年属狗的是吧 对 我告诉你 你现在身上有一点点光 因为我想你已经开始有人帮你烧小房子了 是的 台长说得真确 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命还是有救的 问题不大 但是你必须吃全素 我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愿意 好 先让他不要扩散 然后慢慢的才能让他治好 现在主要是有一个男的在你身上 一个男的我想可能是你的兄弟 可能是你妈妈打胎的孩子在你身上 还有你自己过去有过杀业 对 过去做过厨师 大家看见吗 你要念 小房子要念 基本上念600张 然后600张好了之后 还要念280张 记住啊 记住了 好的 还有你要放声 放声大概要放 慢慢的放吧 放15000条鱼 好吗 好的 你这个人 不错 但是怀才不遇 你老觉得别人在挤压你 对你不好 不开心 所以你要开心一点 明白了吗 明白 你上一辈子啊欠了很多人的赞 所以你这辈子来还的 听得懂吗 听到了 谢谢 还要注意啊 你的 你的胳膊啊 有一个胳膊啊 很酸痛啊 对 左肩膀 经常的动一动 明白了吗 明白 晚上要泡脚 好 吃的东西不要太热性的 良性的东西多一点 好的 每天要念礼佛大厂会闻五遍 台长今天正确的告诉你 你第一次是先给你延寿 就是说不会让你马上走掉 但是基本上是一年半时间 如果你这个一年半当中 再做坏事的话 那基本上复发 你就走人了 听得懂吗 听懂了 现在已经有点控制住了 因为你已经放声许愿念经了 对不对 对 对 好了 我发现一定有多度人 好 好 还有一个就是 他现在做化疗 然后有一个 还有一次化疗 他现在还需要做吗 师傅 可以做 最后一次做一下 好吧 好的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问这句话 就是在台长到这里来之前 上个礼拜 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 他就是生了一个癌症 生了癌症之后呢 台长到梦中呢 去跟他讲 叫你不要再去化疗了 你的病已经好了 结果呢 因为他已经念经许愿了 结果医生跟他说化疗嘛 也化了 突然之间癌细胞正常了 开始还不好 结果呢 台长到他梦中去跟他说 你不要再化疗了 结果他不当回事 医生跟他说 你肺癌已经治好了 但是呢 你现在还有肺里面有痰 咳嗽 你再把两次化完吧 结果他去化了 化了 死了 这个广播我已经听到了 所以才问化疗 听得懂吗 台长把你问过了 他可以化疗 再一次 在化疗的时候 念大悲咒 台长帮你把观星菩萨 请来帮助你 好不好 感恩师父 还有一个问题是 是一个1942年属马女的 她是前天拜的师 因为她心脏病 然后昨天晚上突发心脏病 已经找了大夫 她就是现在特别紧张 她想问小房子需要多少 放生多少 这几年呢 属什么呢 1942年属马的 给她吃单身片呀 好 给她小房子念46张 好 她有一个大姨过世的 在她身上找她呢 想叫她 这次帮她念小房子呢 好的 没有问题的 台长已经给她加持过了 好了 谢谢感恩师父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Worthด Extra 第一集见 能做过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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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